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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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侧则是中国五大朝代唐宋元明清的特色建筑 北侧是小镇的城市客厅酒店和一片占地200多亩的四季花海 泰国大皇宫 埃及金字塔 欧式古堡 客家围屋 北京四合院 围绕着一片人工景观湖 南康家居小镇打造了汉堂 明清古建和客家围屋 还原了具有干南地方特色的九景十八厅建筑 同时还搭建了三十一栋极具世界风情的五大洲祖团墓屋 和四栋体现中国民族特色的风俗民居墓屋 就像一座世界墓屋大观园 可以让游客感受到浓郁的异域风情 此外 为了将传统的家居制造产业升级为制造产业 南康家居小镇还将科技元素融入到传统的家居产业当中 引入了一条全新的无人制造生产线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智能制造展示区 在我右手边的是江西爱通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一条 微缩版后端无人智能制造生产线 这里涵盖了石木家具生产过程当中的备料 加工 打磨 喷涂 装配 包装的六大环节 与传统模式相比 可以节能30% 节约空间50% 节约人力80% 提高生产效率三倍以上 2018年南康家居小镇投入运营以来 迅速聚集了全国乃至全球研发设计电商销售品牌配套等各类高端人才高端要素 初步成为了高端要素的大超市 高端人才的新挖地和液态集群的孵化器 运用互联网加大数据加云计算 实现家具全产业链各环节云上管理 形成全产业链生态闭环 建设全国实木家具大数据库 形成真正的云上小镇 南康家居小镇的建成全面展示南康家具研发设计制造品牌销售等高端要素的最新发展成果 充分展现南康家具文化底蕴以及南康家具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历程 同时小镇中的各类场景和设计高度契合此次旅发大会的主题文旅融合产业引领 展现了南康作为千亿家具之城的工业旅游之美 好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九江 一家老字号就像一本内涵深厚的书记载着光阴的故事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生存空间和传承的平台 拥有江西省飞夷项目九江桂花茶饼的中华老字号企业梁亦龙 近年来不断创新寻找新的途径来提升品牌形象 为企业发展及九江特色美食的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 眼前这家灯光明亮色调清新时尚的店铺 是梁亦龙不久前新开的 与以往中式风格截然不同的装修设计让人眼前一亮 墙上五副色彩鲜艳生动有趣的绘画展示出梁亦龙 企业的发展历程 卷帘上关于梁亦龙茶点文化的展示也颇具特色 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糕点很多都换上了新包装 新包装在保留了一贯的民族元素和特色标识的基础上 做了不同材质不同造型的分装设计 来满足上班族以及游客等不同人群的需求 具有千年历史的中式糕点在渐渐新衣的衬托下年轻了不少 是因为现在就是从糕点的角度来说呢 很多的年轻人啊已经把这些东西忘掉了 这种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文化手工艺制作的产品呢 都忘掉了 所以我想开这个店更多的吸引一些年轻人进到店里 来了解我们的产品对这个所谓的非议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在九江说到美食特产 老一辈的人们总会第一时间想到茶饼 尤其是梁一龙的桂花茶饼 桂花茶饼源于宋代江州的孤唐镇 也就是今天的九江 它是以茶油 仪糖 芝麻 桂花等天然的绿色植物为原料 采用传统的手工技艺制成的一种茶点 具有小而精 薄而脆 酥而甜 香而美的特点 九江桂花茶饼作为传承食品文化的重要载体 经过世代相传 因而有了更为独特的文化传承意义和价值 我们虽然现在在做一个中西的结合 但是对于这些老的产品 我们一直在延续着 就像这款产品的包装 这款包装是第一款 就是说这我们开店三十多年都没有变的 就像这上面的字 这些字的话是当年我父亲 请了一个郭沫路的学生写的 所以说这个字一直我们所有的包装都在沿用 它的工艺 它的生产我们都没有变 九江桂花茶饼的制作技艺不算复杂 但用料讲究坚持使用本土产的上等芝麻 且严格按照比例调配馅料 这是九江桂花茶饼传承至今 依旧保持其地道口味的关键 另外 杨一龙在制作饼皮时 不添加市面上常用的发酵粉 而是坚持独有的制作工艺来保证外皮的酥脆 这也是他头感与众不同的秘诀之一 多年不变的品质 让这里的茶饼备受顾客的青睐 经常都买 因为从小也喜欢吃 主要是像那些爷爷奶奶都比较喜欢吃 两种那些传统的一些糕点 这种受到他们的影响 所以我也比较喜欢吃 你喜欢吃哪一块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椒盐味的茶饼 近年来 随着网购热潮的兴起 梁一龙先后在不同的电商平台开设了网店 还新增了椒盐 玫瑰 茉莉等口味的茶饼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线上销量已接近总销量的五分之一 根据订单来看 九江茶饼在北京 河北 上海等地尤其受欢迎 网店的开设不仅让更多的省外朋友 品尝到了这一九江传统小吃的美味 更重要的是 销量的逐渐增加 让梁一龙为更多年轻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同时 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学习 九江桂花茶饼制作技艺的队伍中来 上饶玉山县四股桥乡的山塘村 因四周环山行似水塘 故取名为山塘 过去有着青山绿水的小村庄 一度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村民们纷纷外出打工 但现在不少外出打工的人都回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山塘村这几年的变化 曾经背景离乡外出打工的张宗才 那是最清楚不过的 我八九年的去深境打工了 一五年我就回来了 回来这个2016年开始做了嘛 现在这个路的好了啊 是不是 这个开车也舒服 这个白油路 比以前好多了 以前这里 我们现在这个山水 这个水都很干净的 就是这样喝的可以了 你看这个河堤的水 你看这一路的那河堤的你看 那个这个树啊 这个风景也很好的 以前这里的不干净 现在这里的很干净 到了尤塞花开的时候 旅游的很多了 一天的几千里有三万里的有 这几年以秀美乡村建设为契机 山塘村以山清水秀村戎整洁 明风淳朴流出乡愁为打造目标 根据村庄地形特点 依托村旁太甲山的自然资源 围绕山水田园文化 开展了一系列创建工作 如今的山塘村面貌焕然一新 一栋栋江南素雅的古朴的明居错落有致 一条条整洁宽敞的百油路连村入户 溪水清澈鱼儿悠闲 环境的改善也使得山塘村 成为了附近都市人休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 我们四股桥乡人民政府 利用17年到18年两年的时间 共投入4000万元 重点打造了我们这一个山塘村的 太甲青山秀美乡村建设点 在2019年被评为江西省4A局旅游点 在两年时间里 共吸引了省内外近20万名游客 前来旅游观光 山塘村村口还打造了一个占地200多亩 以太甲山为背景的花田 每年花开时节 每天都会有上千名游客 前来赏花踏青 春天游客们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油菜花 夏天可以欣赏到荷花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景致 而为了让山塘村的旅游色彩更浓 内容更丰富 山塘村还结合民俗运动会 乡村广场舞大赛 农民丰收节等一系列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进一步活跃山塘的乡村旅游氛围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的一个乡村大舞台 整个舞台是以我们的太甲山为背景 现在的话 也是作为我们的玉山的一个乡村大舞台 以及职工大舞台 经常会在这里举行一些大型的文艺节目 像开展运动会 包括前段时间我们举行的一个 夏天的一个抓仪摸虾 还有我们的推媳妇活动 就会在这里让我们游客来到这里玩的时候 都能够感受到这些很传统的一些活动 通过秀美乡村建设和旅游景点的打造 浙江上海福建等地的省外游客分支他来 村民们也因此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特色农产品农家乐民俗 这些项目让村民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 那种很多田啊 田里的收入都很多啊 种油菜啊 油菜一种一亩地 现在卖四块钱一斤 那个油菜籽 种地啊 种鱼头啊 都是钱啊 在家里收入都很大的 一年可能十来万是有的 在家里比外面好多了 照顾到家里 到处家里山水也好干净是不是 很舒服是不是 在外面毕竟就没家里这么 空气这么好 我们村的邱灵通 他曾经因为生病 而导致了变成移民贫困户 但是因为 但但最近 他通过发展 性母幼产业 不仅日常的 日常的医疗得到了保证 自己也做了一层三层的小羊楼 生活过得红红火火 如今的山塘村 从一个十三五的省级贫困村 变成了整村脱贫的脱贫示范村 全村三千余名村民 几乎都达到了年收入翻番的目标 收入的增加 让山塘村坚定了乡村旅游发展的方向 下一步山塘村还将围绕当地的民俗文化 太甲文化 山水文化 进一步打造太甲山旅游景区 让山塘的一年四季 都是干浙边际乡村旅游的最佳目的地之一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全省各地的文旅咨询快报 近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公布了 国家森林康养基地第一批名单 其中 以县为单位的国家康养基地共有17个 我省入围三个 分别是雾园县 大榆县和滋西县 日前 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 文化旅游扶贫就业酒店服务技能培训班 在赣州市举办 据了解 来自赣州市安远县 赣县 宁都县等11个县区 近50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为学员未来在旅游行业就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江西省旅游协会 赣州旅游协会也将对表现优秀的学员积极推荐就业 近日 随着上游清联谷来水增大 庐山三年全瀑布在线喷雪惊雷水无天的壮阔景象 游客们在落差上百米的山谷沿着1300余个台阶上下攀登 感受着山风夹指铁壁蒸容的冰川地貌 和迎面而来的水铺水雾水增 向美视看美景宣传江西旅游资源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了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可以下载 首期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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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